持續來關心殺警案件 震驚全台灣 為什麼大家會罵凡 是因為基層第一線的警力 他們人力非常的吃緊 很多人休假被招回來 或者是上班的工時很長 同時這個警備 很多的配備 又沒有適度的好的一個裝備 很多人是自掏腰包 來自己來買 但是在此同時 他們的長官在幹什麼呢 忙啊 忙著瞧人士 羞辱基層 黑歷史都被掀出來了 戳破綠營的選舉謊言 基層做得要死要活 上面的忙著出一張嘴 忙著內動 囊著瞧自己的人 來看看的是 為什麼全民如此生氣 這是前局長黃宗媛 他呢在台南服務三年 在院內沒有出現弊案 很多的績效 衝上六都第一 照理來說 這麼優質 績效這麼好的人 應該至少位置坐著 還可以升官才對 但是你看看 在2019年突然的 莫名的遭到了撤換 雖然機場反彈的聲浪很大 但是呢仍然被撤換 好他當然呢 也說尊重警署的安排 战事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但是來看的是 撤換之後 好啦 那瞧了誰來接呢 好周宥偉來接任 其實呢來看的是 他後來差五天的任期 滿一年 後來黯然下台 任內台南市十天內呢 發生了三起的槍擊案 聚眾鬥熬等等 好所以呢 可以來看的是呢 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黃偉哲是有說 很不捨但尊重警政署的安排好 警政署又來喬人 又來吊人了 又來換人了 換了是不是自己人呢 來看看上頭 這些警政署的高官都在忙什麼 忙著又吊人來了 來看的是 這回是由詹詠茂來接任 任期更短 創紀錄喔 上任只有六個月耶 好發生了很多 包含了馬來西亞女大生的命案 第一時間還不知道案情喔 比蔡英文總統還晚道歉耶 好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人事的佈局 高層忙著調度 一直換人一直換人 結果下面的人忙翻 基層的人怨翻 好上面人內鬥也站翻 他們很忙啊 來看的是呢 現任局長方養尼 好在2021年1月上院 台南發生雙警命案 比之前換局長理由更嚴重 而台南市也兩年換了四任的警察局長 也成為警戒非常 少見的罕利啊 基層的官警呢 好其實就有說了 警卸條例的修正 好之前不是那個台鐵殺警案嗎 就已經要很多人說趕快修 結果咧修到什麼地步 躺了立院躺了兩年 都沒有動靜啊 所以呢 這個基層員警的命都白白犧牲了嗎 內政部長徐國勇呢 其實就說 人事權是我的 我喬什麼 他一說他不是喬 他本來就是要這樣弄了 好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更讓很多人實在看不下去 炸鍋 招指喬警戒的人士還嗆前警政署長陳嘉欽 時事評論員董俱森 就說蔡政府上台第一件事 就是把太陽花移送者撤告 北市警察被判決 一百四十億萬判賠啊 你看看這對基層第一線 真的用心在執法的警察的士氣 打擊是有多大 而且呢 民主黨在北市議會要求 三線以上的警察的高層高階 要他們粗糙 這根本是羞辱警察 等於說讓高層還要再去做 不應該是他們位置上的事情 這根本是羞辱啊 所以來看看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國家 真的有好好對待 保護全民的第一線的警察 人民的保姆嗎 如果第一線的警察 人民的保姆的生命安全 都沒有受保護 那誰又能來真正保護 你我全民的生命安全呢 好台南殺警案 凶嫌在逃亡 落跑17個小時之後 被抓了 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就感嘆 其實啊 今年以來 台南平傳治安問題 但民進黨都不用認真面對 也不願意認真面對 真的辜負了南部鄉親的厚愛跟請託 他更直接點名 他點名誰 點名的就是徐國勇 內政部長 尤其是荒腔走本 那長官呢 當初的事情以後 長官在媒體盡頭之前 哇 講得侃侃而談 講得天花亂墜 好像他很照顧警察 其實沒有 如果我們真的落實 我們看嘛 從這三年多了 徐國勇部長 你一路走來 你怎麼去對待這些警察 缺額的問題存在已經 幾乎全省各縣市都有 然後已經存在好久了 那大家都是 每個縣市首長的問題 就是預算問題 財政不好 那就把他各自 幾乎除了台北市以外 其他縣市都是原而不足 那你部長 你一上來就鬥爭署長 你帶領警察的班長 這個頭頭 警政署的署長 你把他移送保辦 你說這整個警察 世紀怎麼會不好 怎麼會好 然後到了 譬如說在哪個縣市 發生強擊案 那跟你是同派的 同派系的你說 你看很快就破案 像蘇院長一樣 那如果不是你的派系的 你說說 要震怒把這個治安搞不好 你要撤斷 所以你看 我們台南市今天 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我們兩年 前後兩年 換了四位 警察局長 換了四位 那你說 這個局長一來 他光要熟悉狀態 然後他怎麼去帶動 這個底下的 這4000多位原警 這都是問題 所以今天要回歸正辦 你說用槍條例 你要不要調整 你要不要修法 這個已經 每次一發生槍擊案 然後警察被處分 警察寫報告 就有人說要檢討 怎麼去檢討 那面對到這些 窮凶惡煞的時候 你怎麼先去保護警察 你連警察都不能保護 你怎麼能保護我們全體的治安呢 真的 我們台灣警察真的很可憐 連開個槍都要擔心 會不會要寫一頭落不告報 會不會要賠錢 我們的台灣的法令 對我們的警察真的很不友善 而這回其實兇嫌入網之後 外界才驚覺 好他一個問題哦 被掀出來 他是台南明德外溢間的逃犯 而且從8月15號休假回家之後 好休假一去回家一去不復返 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好已經整整一個禮拜哦 落跑一個禮拜了 結果呢 預防雖說有通報檢警要通緝 但是誇張的是離譜的是扯的是 這個法務部的查詢逃犯平台 你去搜搜看 居然沒有林姓吳的資訊 換句話說 並沒有把他變成逃亡的 這樣一個通緝犯呢 揭露 那民眾怎麼知道他是通緝犯 警察怎麼知道被網友砲轟 這根本是蓋牌 害兩位員警無辜枉死 深夜投擔安全帽跟口罩 手拿槍搶劫超商 他就是殺警凶嫌林姓吳 而且還是名陶玉犯 13號申請休假 當天還去派出所報到 人再也沒回去 46歲的林姓吳 從明德外溢兼陶玉 他還是憲兵出身 從雲林憲兵隊退伍 但整整一星期 員警恐怕不知情 也對凶嫌毫無戒心 網友傻眼 殺警察居然是陶玉犯做的 如果能夠提前公布 就能防止法務部是睡著了嗎 死刑不執行 陶玉也不公布 網友炸鍋怒轟根本是包庇逃犯 害死警察 反正監察院睡死了 沒人監督大家爽 陶玉還不公布 扯到匪夷所思 一天到晚都在忙選舉 陶玉沒錢搶超商 殺警凶嫌三年前搶超商 被判刑要服刑到2028年 這回13號放假 15號收假卻沒回來 最扯的是萬一間這10年來 就逃脫了49人 難道是法務部覺得丟臉 還有三個人在逃被隱匿 林信吳逃雨一個星期也沒公布 難道真的被蓋牌 我們就通報警方 進行協詢 當天我就喊請地檢署 來做偵辦 他預價不歸的部分 林信吳跟前妻以及女友 前後生了四個孩子 他的母親過去也曾因為不滿同居人欠債 又劈腿割下生殖器 逃亡9年後被判刑3.6個月 母子倆都下狠手犯案 但激動社會 遲到殺井割喉 恐怕讓他的監獄路 成了一條不歸路 記者來關江林智慧台南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